12月24日 孙一珍社交账号更新动态 这是她首次晒出儿子的双脚账 也是她生产后首次更新动态 照片中 孙一珍用双手轻轻拖着儿子的一双脚 小脚丫的长度 也不过只有妈妈手指的长度 肉多多的很可爱 孙一珍配文表示 2022年自己过得很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 同时透露 儿子的小名叫小甜豆 在韩语中意为喜悦幸福的意思 因为孩子提早于预产期之前出生 所以有点担心 不过好在最后选择了自然分明 孩子很健康 同时又感谢院方及月子中心 对母子的照顾 她不禁感慨到 迎来一个又小又珍贵的生命 也让我再次意识到 我们是某些人的儿子与女儿 所有小孩的存在 就是闪闪发光的星星 我遇到了更加珍惜的存在 我也感受到 自己可以为她付出一切的坚韧和毅力 除此之外 孙一珍还不忘求恩爱 将学命说成是小刺猬 跟我一起共享这一切 每天都变身为小刺猬的女儿 谢谢你 孙一珍是在上月27日产子 距今已有约一个月的时间 相信过去的一个月 孙一珍应该是在忙着 坐月子产后铺里 孕期时候的孙一珍身材八幅 还是蛮明显的 几乎胖了一大圈 相信产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健身塑形 将身材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前几天玄冰现身活动的时候 曾分享作为新手奶爸的心情 她说 有了小孩之后 肩膀的责任会更重 但作为一家之主 要展现出帅气爸爸的样子 只要做好该负责的事情 就可以了 话说为了照顾母子 玄冰特意推迟了芯片 哈尔滨则是推迟了一月份 在海外的拍摄机会 而在妻子生产过程中 玄冰也是在身边照顾 其实每个时期 都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感受 在听闻孙一珍怀孕的时候 玄冰其实感受并不多 甚至有点木讷 感觉不真实 只有抱着美好的心情期待着 如今玄冰和孙一珍 已经年过四十 但是人气不减 依旧是顶流般的存在 所以在官宣怀孕后 夫妻二人的一举一动 便在媒体的监控下 玄冰对于晚婚得子 很是感恩 所以在结束了 机密同盟2的宣传后 便蹲守在家中 照顾孙一珍并进行胎教 如今来看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话说玄冰和孙一珍 都是颜值顶流 不知道宝宝长什么样子 期待不久后宝宝的样貌 也可以分享出来吧